這什麼顏色呢 所以就格式背景 以後就知道背景顏色 直接在這裡輸入多少呢 FFFF00 按確定 這什麼顏色呢 黃色的 第一個動作就完成 再來的話呢 在什麼呢 網頁內 製作一個6X1 就是六列一欄 然後框線是0 背景顏色是 FFFF 應該就是所謂的白色 水平至中對齊 所以在這裡就 表格插入表格 跟握得很類似 六列 一欄有沒有 然後框線的地方選擇0 不要有框線 背景色彩的地方喔 其實 選這個地方就直接輸入FFFF 按確定就好了 那再來的話 至中 最後一項有沒有 至中的水平至中的部分 這個地方就必須按確定以後的話 再來表格的內容這地方 表格 這個地方才會 應該有一個 剛剛更正一下 這邊還有一個所謂的至中漏掉了 還有一個至中 六列一欄 至中 框線0 背景的話呢是 FFFF 六個F 按確定 好了以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 在這個地方插入一個圖 這個圖現在還沒有 這個圖現在還沒有 所以我們先跳過去 輸入完畢之後 要記得至中 至中之後的話 顏色喔 文字的顏色呢 它要我們是00FF00 那就是什麼顏色呢 綠色 RGB 綠色 再來的話呢 它要我們怎麼樣呢 就是當移到那個吉他色的時候喔 要有一些動態的效果喔 呈現動態效果 所以這裡的話呢 吉他色的地方選取 然後呢 當怎麼樣 滑鼠移過的時候 就是做出一個什麼效果呢 設定格式 那我們可以選擇什麼呢 字放大好了 所以設定字型 字型的話呢 可以把它 當然這個地方沒有限制 我們可以把它加出體 然後 然後字的大小把它放到18好了 甚至呢 這個地方的顏色 可以把它改成紅色的 按確定 那聯絡我們好像也是一樣喔 在那個第六聯絡我們 也是一樣 移過去要動態的效果喔 那這地方也是一樣 當滑鼠移過的時候呢 然後這個地方喔 設定格式 選擇字型 我們一樣把它字放大好了喔 然後變成紅色的 出體等等的 這個地方設定 它沒有限制 那再來呢 吉他色要插入一個超連結 有沒有 這個連結部分呢 特別注意喔 接下來吉他色 他說 這個後面還有並設定超連結 到動作要求 六 就是要連結到那個 Guitar History 那怎麼樣加入超連結喔 特別注意喔 選舉吉他色就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超連結 這樣比較快 這樣比較快 連結到哪裡呢 Guitar History 所以你就找到Guitar Guitar History 這一個有沒有 然後後面它有一段話 特別注意喔 且在MAN框架中開啟 所以呢 在哪一個框架開啟的話 特別注意這邊有個 所謂的目標框架 選它以後超連結 然後在目標框架的地方喔 選點一下MAN MAN的話就是 這個框架裡面的這邊顯示 按確定就好了 這裡很重要就是 目標框架 一定要選擇這一個 按確定 再確定就好了 這個部分喔 記得喔 選舉吉他色 右鍵超連結 然後 點一下Guitar History 目標框架 這一個 按確定就好了 那聯絡我們 也是要加入什麼呢 在最下面倒數的第二行 要加入設定超連結到Email信箱 那Email信箱的話呢 也是要按右鍵超連結 不過呢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喔 右邊 左邊這裡有一個電子 郵件有沒有 郵件地址 你就輸入這個地方喔 它要我們輸入這個 society 然後小老鼠 mail.yusan.edu.tw 好了以後的話呢 就按確定就好了 到時候呢 連結就會連結到Email信箱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最下面這裡還有一個 叫做 叫做 應檢日期 這個地方的話呢 它 最近更新日期 所以叫 輸入 最近 更新 更新日期 日期 然後 然後 冒號 這地方的話呢 就輸入 冒號 然後 後面呢 加上那個 應檢日期就是 今天好了 假設今天是 2008 斜線 08 斜線 19 有沒有 格式一定要是這樣喔 然後並且呢 選取它 字中對齊 接下來的話呢 顏色要什麼呢 什麼顏色 00000 FF 這個就是 藍色的 藍色的字 那這樣的話呢 把它存檔 就完成 menu部分 那上面的圖 到時候再加上去就可以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